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182回 柳鸣相爱室的手掌一动就将玉剑抓住一桶雾水想要问些什么 好了老夫有些累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六师纸先下去吧 严师叔根本没给他机会 师叔你真要这么做吗 就在柳鸣身影刚在大殿门口消失的时候 府定一根柱子后波动一起竟从中转出了一道人影 赫然正是先前应该已经离开的满鬼宗掌门 你也知道我虽然还有一百余年的寿员 但也要提前做些准备了 否则万一撒手而去 那头绿毛铁尸就无人能控制了 我可不想让这头自己精心培养了数百年的练尸 最后落了个和蛮力鬼王同样的下场 师侄自然知道师叔 但也无需一定要找柳师弟吧 他毕竟才刚刚进街宁夜景 修为还是否能找其他人呢 其他人 除了新进街的三人外 其他人不是年岁一大就是资质不够 根本没有办法传授我的独门炼师之术 否则老夫当初又怎么会只收了你软尸的一人 可惜啊 他也太不争气了 现在还是生死未知 我也不能将一切钱赌在他的身上吧 至于说到高冲 他跟你修炼的是化血一脉的赈尊功法 跟我炼师一脉大相径庭 也没有办法修炼炼师诀的 否则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啊 惭愧啊 高冲这孩子的确是在修炼化血一脉功法上 有天宗之才 否则师侄当初就直接推荐到您老人家的门下了 杨钱的话 虽然炼师之术和其主修的功法合适 但你我都清楚其真实身份 同样不能传承我的独门之术 如此一来 虽然就只剩下了柳明 此次不但年纪轻轻 精神力又非常的强大 并且修炼的又是鸣骨诀 对传承我的独门之术几乎是毫无问题的 要说唯一的缺点嘛 大概就是他的三灵脉资质了 不知未来能否再进一步 不过他既然能够以如此资质 一次则进阶灵师 想来真正的资质也不是在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 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啊 听师叔这么一说 倒只有柳师弟最为合适了 不过师叔为何不明说此事啊 只是先将口节传授了呢 我和这位柳师侄啊 接触不多 对他的性情人品都还不太了解 虽然不可能现在就许诺绿毛铁师托付之事 何在我还有时间倒不急于一时 先看看他在练师遗述的领悟力如何再说吧 师叔做法的确老成之计啊 倒是师侄有些冒失了 不过师叔先前传言让我再回来 肯定有什么钥匙相伤吧 让你再回来 谁让你给我走一趟 去见见其他几宗的掌门和那些老家伙 不久之后的大战 关系到我等大贤诸宗的存亡 我们几宗不得不再细细的商讨一番啊 师侄明白了 蒙鬼宗掌门点了点头 倒也没有感到太过意外 随之二人呢 从大殿后面离开 直接趋云往城池中心处飞了过去 同一时间 柳明爷已经在一名蒙鬼宗弟子的引领之下 被带入到了一间颇为僻一境的食屋 此地就是他在城中的临时住处 此屋相比一般弟子自然是宽敞了许多 并且里面桌椅床铺齐全 甚至于还事先布置好了隔断尽致 就在柳明准备休息的时候 忽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是一名面带银色面具的青年 正是杨前 柳师弟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见几个人 不知可有兴趣 哦 去见人 不错 就是其他几宗和我们一般这几年新进阶的灵师 他们几乎呢 全都是上次秘境之行中人 师弟也大都应该见过的 那这次见面的目的是 哈哈 主要啊 是我们几宗这些新人呢 互相认识一下 另外呢 可能还需要互相切磋一下神通 我明白了 行 我和师兄就走一趟吧 很好 我就知道啊 师弟不会错过此事 说完之后 二人腾空而起 朝城中飞去 不大一会儿功夫 一座小型殿堂出现在眼前 并且前方呢 还有一个百余帐宽广的巨大的平台 有师弟 就是这样了 随我下去吧 变革过后 二人进入到殿堂中了 杨兄 你这次可来晚了 殿堂中已经有数人 正围着一个长方桌子 在交谈着 一名黑脸青年 回头看见杨前 立刻起身大叫道 这青年呢 正是当年了 刘明在秘境中 曾经合作过的那名 旧俏宗的云师兄 听黑脸青年如此一说 其他人刷了一下子 目光也立刻扫了过去 活着来晚呢 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啊 去邀请柳师弟 一同过来的员故 云兄叫他这么大声 莫非上次切磋 输得不太服气 这次准备再挑战一次不成吗 与此同时呢 柳明却也将此地几个人 全都打量了一遍 果然大都是面熟之人 那名身背白色常见的年轻女子 正是天悦宗的张秀娘 亲爱此女身边的 是一名身穿黄衫 鹅卵脸蛋的温婉的女子 背后同样交叉两柄绿色短剑 那两名一身血袍的男子 好像都是上次在秘境之行中见过的 其中一人呢 是血和殿的大师兄 血策 另外一名身穿烽火门服饰 腰天插着一把赤红蒲扇的赤眉大眼青年 也有些面熟 至于最后一名身材高大 目光冰冷地盯着他的青年 却正是高冲 柳明见高冲在此呢 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毕竟杨前竟然说这是几宗 心进进阶临时的聚会 他在这儿是没有问题的 到时黑恋青年招呼完杨前 又重柳明颇为热情的说道 白石兄这次会出现在此地 可是让我颇为意外啊 原以为满鬼宗也只有杨兄和高冲师弟能更进一步 且没有想到鬼宗这一次会同时诞生三名灵师 不过要以师弟在秘境中的表现而论 这似乎也不太奇怪 哎对了 我差点忘了 白石弟已经改名了 现在呀 应该称呼一声柳师弟才对吗 不敢 在下能进其灵师只不过是侥幸 哎 云兄怎么知道在下改名的事啊 能从这么多弟子中脱颖而出的进阶城灵师 又有哪一个真实侥幸啊 你也别在这种表面上说话了 至于改名的事嘛 自然是阳兄提前就给我等打过招呼了 你和阳兄都过来做好吧 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应对海族之策 柳明点了脸头神色自若跟了过去 阳前在云姓青年隔了两个空位的地方坐下 柳明呢 也紧挨着他坐下 在他另一边 则就是那名鹅卵脸蛋的天月宗女子 此女一见柳明坐在他附近 脸色微微一红 但仍然冲着他点了点头 柳明见他十分腼腆 倒是颇有些意外 也吓意识地成在笑了笑 这一边 云姓青年一见阳前坐下 当即笑嘻嘻地起身凑了过来 似乎呢 也想紧挨自己这位好友而坐 但是阳前却淡淡地忘了他一眼 顿时云姓青年动作一宁 摸了摸自己鼻子 又有一些尴尬地坐回到原先的位子 好了 我和柳师弟刚才来得晚了一些 诸位能否将刚才讨论的内容 再向我们二人简单的说一下呢 杨前不慌不忙 冲其他人问道 我们刚才正在谈前两次 海族人中新出现的一种海兽 十分的难缠棘手啊 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吗 烽火门的赤眉大眼青年开口道 哦 田师弟说的 是那头可以从体内喷出无尽海水 可将大片西空化为水域的 那鲸鱼般的巨兽吗 杨兄知道这么清楚 难道说上次在交战当中 也碰到了此种海兽 何止是碰到啊 我还差点 隐命在海兽和另外一名海族灵石手中呢 嗯 此海兽的确十分的难缠啊 它本身不会攻击 但是这皮糙肉厚防御精人 还擅长操纵海水 提到海族人一旦和其联手 实力几乎可以立刻大增不少 原本以为呢 只有田薛弟和张师妹碰到过此海兽 看来现在又多出了杨兄了 雪自也开口说道 杨前听完却微微一愣 哦 张师妹也碰到过海兽 不知师妹是如何应对的 结果如何 我当时意见不妙 可是立刻施展秘书逃掉了 我先破开那头海兽的防御 将其一件斩杀掉了 然后再留下那名和海兽联手的海作音师 一条胳膊 一听这话 在座大半人都心中一个机灵啊 看向张秀年的目光 都有些异样了 张师妹真不愧 是有通灵健体的人啊 紧接之后 飞见威力之强 恐怕一般宁业境中期 也不过如此 雪自满脸发苦啊 这位血和殿的大师兄 当初曾经在张秀娘的手中 吃过不少苦头 原本因为进去后 自己血和大法精进非比寻常 应该呢 可以力敌这绝代剑修 但自从见过张秀娘和海族人 几次动手后 也就彻底的死了心了 至于说见过那海兽的杨前和赤梅青年 自然互相望脸苦笑不语了 张师姐这等精修飞剑之术之人 我等中恐怕也就只有这般一个 所以其应对那海上的办法 我等恐怕没有办法采用 但是 此时奥迪然精通操纵水之术 能用相反的火焰神通应对 怎么样啊 高冲 问了一句 这个恐怕行不通吧 不瞒诸位啊 小弟本身在火属性功法方面也算有所擅长 外加呢 还有同样属性的灵气相符 但是 催动火焰之力下 也绝对不是一时半刻 就能破开这海兽四周环绕的庞大的海水 若只是说单独这一头海兽还好 只是多花点时间嘛 但偏偏附近呢 还有和他配合的其他的海族灵师 自然不可能灭杀掉这头海兽的 杨潜听了这话 也是连连点头 贤人说他当初呢 也应该用过相同的手段 但是 同样没有效果 要是 火焰之力不是其弱点的话 那就应该试试冰手气的法术 一旦说将海水凝冰 应该就可以限制住此事的行动了吧 这也不行 我虽然没有试过此法 这海兽呢 也从不主动攻击 但是其力大无穷 一点点冰封之力 根本奈何不了他的 我曾经贴近过此兽身边 且被其意味击出十几丈人呢 这海兽如此棘手 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弱点了吗 柳明听到这儿 终于笑了一笑开口了 既然冰火之力不好使 诸位可曾经用过毒物啊 毒物 这个都还真的没有试过 说不定真是个办法 那海兽催动海水的时候 是要不停的将海水吸入喷出 只要说将毒物直接投入水中 就可让他轻易的中毒啊 杨潜一听此话双目大量 以那海兽的体积 恐怕一般的毒物 是根本无效的吧 说到用毒之道嘛 大多的道友呢 都不擅长 但是以宗门之力 找到一些提毒 多半不是太难 一种不行 就多带几种 想来总有一种 应该会有一些效果的 哪怕说不能将此海兽毒壁吧 但是我想 能让他变得虚弱 应该也是一件有利的事 坐在血色旁边的那名 相貌丑陋的男子点了点头 嗯 柳兄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哎 的确值得一试 树在下眼拙 这位道友是 啊 柳兄来得晚 不认得我的师弟也是正常 这是我师弟血宁 医生师弟并不在我之下 他当日呢 也参加了秘境之行 不过 大半的时间 都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否则的话 本宗当初表现 就不会如此平平了 哦 原来如此 我说血宁兄 怎么有些面熟呢 接下来 一干人又在这里 商讨出了几种 应对这种海兽的办法 虽然说不一定 真的都有用吧 但到时候 再碰到 还巨大的海兽的时候 也不至于都说 束手无策吧 在此期间 杨潜的也向柳明略微讲述了海族中 灵师中的一些极其厉害的角色 让他以后碰上要多多注意 又聊了一会儿 云姓青年笑嘻嘻地看着柳明 好了 这有个海族的事情呢 咱们就先讨论到这吧 下面是不是开始我们例行的切磋了 这一次有柳师弟加入的话 想来会有不少人都有动手的兴趣吧 话一出口 目光刷了一下子 都望向了柳明 柳明神色自若 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异常之色 柳道友是生面孔 若是不嫌弃的话 再下救 赤梅青年的目光一闪 准备首先向柳明发出挑战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却被另外一个人忽然出声给打断了 柳明 你可敢哼我一战吧 高冲回头盯住了柳明 这话一出口啊 除了柳明以外 其他人都是为之 吉林林地打了个寒战 要知道这种在他们之间的切磋 虽然没有明说什么吧 但是一般情形之下 自然都是诸宗之间的挑战 这同宗之间的切磋 却还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不过高冲这么一站出来 大家心里也就明白了 看来高冲和柳明 是一场生死绝斗呢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摩天记第183回